昨天一位网人粉丝问我 小红 凯迪拉克XT6这款车怎么样 能不能入手 和奥迪Q7宝马X5对比 哪个更优秀一些 能差多少 那么现在首先啊 凯迪拉克XT6这款车的大降价 全系大降价 33万34万就可以拿下了 这个价位 以前能买什么车呀 大众图王的价格嘛 是不是 你现在可以提到凯迪拉克XT6了 所以说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怎么定 它也是个美系的豪华品牌呀 对不对 从车身安全各方面都要够优秀一些 对吧 那么如果它和奥迪Q7 凯迪宝马X5相比呢 还是比不了的啊 凯迪拉克XT5搭载的是通用的 LSY2.0T直奔沃迪扎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 只要是通用旗下的车型 2.0T动力 全是这个发动机啊 你包括这个XT5 包括这个别克的全系2.0T 雪佛兰全系的2.0T 都是这款发动机 匹配一个通用的9AT变速箱 都一二的 那么奥迪Q7 宝马X5 虽然也有是 也有2.0T 但是他们还有30T6缸机 一般买奥迪Q7 宝马X5的 都会买30T6缸机 他们不会花五六十万 六十万买个20T4缸机 那太傻了 是不是 花六十万谁买个20T4缸机 不太叹了吗 买一碰30去的 所以说凯迪拉克XT6 还和奥迪Q7 他们还是比不了的 而且他们都用的是 财福的8AT变速箱 迪拜新外不一样 但是凯迪拉克XT6 这款车能卖到3334万 大家可以上平台去查一下 这个价位确实是有的 就迪拜 那么它的行车质感 底面扎着感支撑性 那么它这台车的凯迪拉克XT6 跟同价位的车子 比如现在和什么探险者 图昂他们比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你现在这个汉兰拿都卖到32万 都35万了 对不对 XT6这个车子 底下的扎着感支撑性 隔音方面 还是6座7座车型 然后呢 车上安全上都要比他们好太多了 从来车的构价也高 好太多了 是不是啊 而且这台车的商务 家用都是非常符合的 外观很大气 是吧 商务范 气场很足 对不对 车子也很大 那么家用的也很不错 只不过是呢 不保值 长日使用可以 如果是三斤那些换车不能买 这个车呢 就是说油耗偏高一些 啊 别的毛病 没有 能够用度 能够用度 有人说这个美系车的发动机变速箱不行 现在更新换代的发动机啊 也不丢皮机油 也不伸机油了 更新换代的变速箱 呃 换代的变速箱 换代的变速箱 也清晰了 不像以前那么混乱了 也能够用度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说 这款车的现在买 相比是非常高的 它全系都在大年价卡迪达克 这款车的车的车